好救護車呢 抵達這一處的堤防邊 現場可以看到已經有兩部的警車 還有呢協助報案的民眾 那麼受傷的是一名二十多歲的男子 他的左手還有後背呢 都有撕裂傷 原來他是呢 騎車到嘉義的布袋山崗要釣魚 沒想到被一群人圍毆砍傷 來聽聽消防隊的說法 爆炸現場時發現一名男性患者 年約二十幾歲 導臥在北堤道路上 立即對患者評估身邊的像 患者意識清楚 左手及後背各一處道上 好這名理性釣客呢 他是騎機車到了嘉義部隊的 山崗北堤要釣魚 疑似呢他這個機車有改裝 那麼排氣管的聲音太吵了 途中就遭人開車一路尾隨 車上當時呢有五到六個人 來到這裡的時候就下車 持刀追砍之後逃逸 那麼這一名理性男子 他的左手跟後背受傷 而送醫之後沒有生命危險 現在目前呢 警方正在調閱監視器 過濾呢幾個追打他的人 以上是目前來自嘉義的詳細資訊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